一进门的时候就会告诉你 我是来养老的 我不是来信教的 在台湾 这间由修女管理的安老院里面 有热冲滑画的婆婆 她从开始水彩画、铅笔画 画到现在是油画 有中风过后 学会接受病苦的神父 也有一些母亲人照顾 将修女当作自己亲人的老人家 修女如何将这里 营造成为一个充满校外的家呢 请不要错过这个星期的爱常传